这台车至今已经突破了累计销量百万辆 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去选择那些销量最好的车型 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决策 但是你会发现 卖的好的车往往都平平无奇 甚至有一点索然无味 那有没有一台车 既可以让你放心靠谱的买回家 同时又极具个性呢 我身边这台东风本田的XLV 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了 这台车至今已经突破了累计销量百万辆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但同时它也有自己的个性 不会显得循规蹈矩 这台小型SUV是如何在这个 非常注重空间和实用性的细分市场 取得如此好的表现呢 在我体验过几天之后 给它总结了三大方面的亮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颜值高 好看的人就要配好看的车 那英俊的我再配上这台亮黄色的XLV 简直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 让我们后期老师把这个画面定格住几秒 让大家好好的欣赏 掌声鼓励 车身的装饰件呢 要么是哑光银色的 要么是黑色的 绝对要杜绝油腻的杜刻这种细节的存在 17英寸的轮圈也是深色的处理 车尾有一条溜背的线条 后门的门把手也用的是隐藏式的设计 远远的看过去有一点像两门版本的小钢炮 所有这些细节都是在传递一台信息 那就是我们这台车很年轻 我们这台车不老气 你开这台车和别人聊天 肯定不会得到 我命由我不由天 你好油这样尴尬至极的回复 说不定对方就会跟你说 你好帅 有品味的年轻人呢 绝对不会喜欢徒有其表的东西 那这台XRV其实就很全能 不仅有一个非常亮丽的外观设计 同时在空间实用性方面呢 也是完全到位的 后排大家看一下 腿部空间超过两拳 中间位置也没有太高的凸起 要知道这只是一台小型SUV而已 本田一直都享有空间魔术师的美誉 那就是说在有限的车身尺寸条件下 还能营造出来一个尽可能宽裕的乘坐空间 这就是本田一贯的一个优势 后备箱的容量也是够的 而且后排座椅的靠背 还可以比例分折放倒 提升了使用时候的灵活性 这台车还有一点值得称到的 就是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在所有你能想到的地方 都抠出了尽可能多的储物格 在人性化的部分 也可以说是做得相当相当的到位了 所以这台车不仅仅可以彰显出你的审美和个性 同时还是托家带口 居家旅行 一个非常称职的伙伴 一台好的车必须要做到动静两相宜 我们年轻人心中多少都有一些不安分和躁动 所以我们是完全接受不了一台肉车的 在这方面你可以对本田充满信心 因为买发动机送车不是说着玩玩的 这台XRV1.5T的涡轮增加发动机 177马力 220牛米配CVT的变速箱 体感上的加速绝对是7秒多的水准 不仅跟同级别的车型相比 可以说是没有对手 而且你放眼望去 所有排量相近的 1.4T 1.5T 1.6T的涡轮增发动机 它的性能也可以说得上是出类拔萃 工信部的油耗仅仅是6.1而已 在性能和效率之间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和坚固 而且本田的省油口碑大家也都是清楚的 那你说偶尔我也是想平静一下的吧 我也不是每天都很躁动 这台车也没有问题 行驶在主干道或者主环路上的时候 你可以开启它的ACC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的功能 借助着L2的驾驶辅助轻松舒适的开 这台车也完全OK 说到这儿你会发现这台XRV颜值高 空间大 动力强 不禁就要喊出那五个字 本田大法好 这样的车取得一个非常好的销量表现 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 理所应当 累计销量破百万确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但每一项成就的达成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终点 它只是你攀登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也可以说是新的起点 好的产品力和好的销量 在我看来是一个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这台综合产品力非常突出的XRV 在未来的市场上可以继续书写佳绩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简单 聊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